这条新项链沉甸甸的要十两种 在年初的时候一条要价80万 现在要卖96万 涨幅高达两成 短短四个月就涨了两成 金价升天不可同日而遇 就连一天内也有大变化 时间一到立刻换成最新报价 直击银楼店黄金牌价 4月16号逼近11点 一前银楼卖出价飙到9630元 再创历史记录 和前一秒的价格多了130元 金价秒变 想结婚的人买金是更有感 有客人就是过完年后 他来问黄金价格怎么算 然后他就做笔记回家去了 上礼拜来买的时候 然后就多付了三万多块 就拿这一套行人套组来说 戒指耳环搭配项链和两条手链 重达两两六千 年初要价20万 现在至少24万 黄金涨不停和美元占同边 就连分析师也说罕见 现在的环境的话是特别奇怪 就是坦德看到美金涨黄金也跟着涨 跟着地缘政治紧张有很大关系 其实属于战争的一个地险材了 这几年来黄金储备一直都是各方 各国央行加助的一个目标了 尤其黄金的话一直都有一个潜在的审命难难 就是中国 分析师认为美金再涨有限 但相对黄金 因为受到中国吹捧 加上美国降息趋势和地缘政治 黄金的避险抗通膨的功能 让它呈现多头格局 大环境下一涨难迭 近新闻物压天室的陈 参访不到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